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3月3号礼拜五 那1.0先预祝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周末愉快 在周末来临之际 1.0要特别公开一档 我已经带李宁家族家人上车的股票 是什么样子的股票呢 今天要公开3月移租的潜力股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因为3月移租的潜力股1.0会大公开 那面对今天的一个开高走低 面对今天的涨势收敛 你是不是觉得行情又结束了呢 那我要告诉大家是今天的涨势收敛 我认为行情很好 为什么我说行情很好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呢在周末效应之下 短线的获利资金形成了把档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股票市场是少数的赢家 赢家的思维在哪里 而这样子的获利资金 它会不会离开市场 不会离开市场 赢家的获利资金 它会转向第一基级全新的股票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其实呢指数的空间表现不大 但是个股选对 你就会有很大的赚头 所以呢在今天的行情开高走低 收了上影线的同时 今天也是收周K线嘛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周K 从今天的周K的角度 一样是收了一个红K 但是因为呢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 缩量是正常的 所以下周来把笔记记一下 下周要特别去记一下 大盘的周K的低点 这个位置一定要守住 15387 15387 也就是说下周只要持续的守住 15387的这个位置 多方的力道仍旧持续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选什么股票才能够有钱赚 你可以发现到内资 内资控盘 内资当道 所以呢如果你要赚得多赚得快 一定要跟内资法人 做账的脚步来走 那你一定要跟着看得懂 而且能够带你做得对的1.0 来去做操作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今天我要在节目里面 尤其周五嘛 大家轻松一下 三月移珠的潜力股 我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大公开 所以今天的节目是要看到最后的 那除了要公开潜力股之外 还有1.0在两天之前 当材料KY打到跌停板的时候 全市场老师不一口不提 全市场老师看跌不敢说 尤其很多事后放马后炮的老师 今天材料KY大涨 我相信一堆的头顾老师又开始跟你讲 材料KY有多好 但是呢谁能够在下跌 跌停板的时候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买点 其实呢你会发现到 今年会有很多次这样子的利空测试 很多次这样子的豪股大跌 但是如果好股的大跌 第一个你的老师闭口不说 第二个你的老师不知道 怎么判断买点的话 老师说今年的行情 一定是赚不到的 因为今年有好多的股票 你一定要在很跌的时候 全市场不看好它的时候 去反市场的操作 当你看到今天的材料KY的大涨 精锐的亮灯工掌停板之后 紧接着要注意什么 紧接着要注意到 除能跟车电的双题材 尤其三月份的年报跟营收公布之际 有题材累加的个股 它兼具着爆发的潜力 这个也是呢 之后1.0会带领 你家族家人去提前卡位 提前做交的股票 那当然今天的创意形成了大跌 那可能苏家的思维就在想 哇那创意 昨天去买 哇今天马上套怎么办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 就代表你是苏家的思维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想 创意的主力大户 他会在昨天大涨创高的时候 才闭着眼睛 去做一个抢劲的动作吗 当然不是 而且我也说过 创意的这档标的呢 我们做过两段式的价差 我不见得能够卖在最高点 但是我卖在相对的高点 两段式的价差 在千元以上我们先获利了解 这个叫做短线的价差 那在今天创意大跌之后 你要去想 赢家在干什么 而这个获利的资金 它会不会离开市场 当然不会嘛 获利的资金已经开始在布局下周 能够帮他赚钱的股票 你知道吗 今年真的有好多好多赚钱的机会 很多大户的资金 已经在这个股票市场赚了10亿以上了 但是很多的散户朋友是看不懂的 所以紧接着我认为AEI的接棒是谁 都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 所以Are you ready?准备好了吗? 所以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你去回想一下 1.0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 第一个 好的股票我会帮你追踪 我不会看跌就闭口不说 所以这一点 你在持续看1.0的节目当中 你会发现到1.0跟全市场老师 截然不同的地方 就像3月1号来 材料KY大跌 有哪一个老师能够在节目里面 公开的告诉你 尤其材料KY3月1号两天之前的视频 两天之前的影片 你去看一下所有的老师 都不敢在材料KY大跌跌停板的时候 跟你讲它是一个买点 只有1.0独牌众议 只有1.0告诉你 它是一个机会 它是一个买点 亲爱的 不是看涨才说涨 看跌才说跌 或者是看跌你不敢说 这个叫做事后放马后炮 那谁都会嘛 所以只有在好股票大跌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你要跟的是什么样子的老师 是要跟着那种事后放马后炮的 还是事前能够做出预判 而且在跌停的时候 告诉你它是一个买点 它是一个机会 我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所以在3月1号的时候 当天我们好多的李宁家族家人 尤其看了1.0的节目之后 对于材料KY的跌停 会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如果你对于股票市场 够了解的话 其实跌 你一定要站在反市场的操作 然而3月1号 当材料KY大跌的时候 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而且你看VCR今天大跌了9% 那你在做什么 今天一度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我勇敢的站在买包 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我勇敢的站在买包 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我勇敢的站在买包 我告诉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这一档标的 为什么我敢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叫我们的新晋家人的李宁家族家人 去做买进 重点是 来我说过3月份是年报的公布 那这一档材料KY呢 其实我对他非常非常的了解 如果你对他不了解 今天的跌你真的不敢买 今天的跌你只能够在旁边担心 跟观望而已 那为什么大跌我敢站在买包 亲爱的好朋友们 材料KY两天之前打到跌停板 我相信你是持续追踪1.0的 好朋友们都会知道 1.0对于一档标的 他能够持续的追踪 而不是在他跌停板的时候 闭口不提 很多老师都是这样子 股票每一天说20几档30几档 只要说对了就拿出来讲 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因为我不会乱射飞标 因为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什么样子的好股票 在大跌的时候 它是一个机会 你必须要判断得住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今年你会看到很多的股票 从你眼前流走 为什么 高利 精锐 材料KY 哪一档标的不是1.0 事先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那我想问的是 你有赚到他们的钱吗 你有赚到材料KY的钱吗 没有 没有 老师 我跌的时候我真的不敢买 我真的不敢买 怎么会有勇气 对 因为你克服不了你的人性 所以我说过今年 如果你的股票真的想要翻倍的人 你一定要站在跟紧一点的脚步 因为只有1.0 才能够帮助你 掌握到好的股票 大跌重挫的反市场的买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材料KY 差一点点要供涨停 你知道吗 短短的两天价差 我们已经加州家人帮1.0算了 短短的两天的价差 光材料KY的这样子的一个加码单 短短的两天的价差 42.5块钱 如果你的资金有限的 你买一张就好了 两天你就赚了4万多块了 4万多块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般上班族 一个月的月薪 那如果你是资金比较多的 你可以一次买个10张 你两天的时间 光这个加码单而已 我还没有算低档的一个波段单 10张光这个加码单 就赚了42万 这个是两天的时间 所以其实呢 好的股票 拉回来 哪里是低借的机会 只有1.0敢这样子事先告诉大家 而不是涨上来 才跟你讲他有多好 涨上来 跟你讲他有多好 老实说 那个不是跟真功夫 因为都收完盘了嘛 收完盘 你说他有多好 人人都会说 因为这个叫做看图说故事 但是只有1.0 只有在大跌的时候 我们的李宁家卓家人 都可以帮1.0做见证 今天的材料KY 差一点工掌亭 那我们也恭喜李宁家卓家人 第一个 起涨的时候我提前卡位 拉回的时候我加码买进 大跌的时候我勇敢布局 这个就是1.0跟全市场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会乱射飞标 很多老师呢 一天讲了20几档以上 只要涨 他就拿出来讲 但是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可以每一档都买嘛 但是1.0不一样 1.0对于一档股票够了解 所以在跌的时候 我敢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机会 他就是一个买点 而且我也带领 我们李宁家卓家人 同步的来去做买进 说到做到 言行合一 这个就是1.0跟全市场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说 当你看到了今天的行情 开高走低 涨势收敛的时候 其实我的盘前抢先报 你应该要认真的去看一下 因为我说过 在年限扣高的一个位置 你操作的策略是不应该来去做追涨的 那我今天有做一个动作 我今天在找盘呢 把我高位的持股 先获利卖出 转到低基期的个股上面 然后把一些不会供的股票 转到即将要翻倍的股票上面去 这个叫做资金的活化 资金的运用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 股票 尤其资金只有一套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不会乱枪打鸟 而且我会集中火力 带你来去做操作 所以呢我才会说 第一个 你能不能够看得懂行情 你能不能够做得对动作 尤其在两天之前 材料KY打到跌停板的时候 你也没有跟上1.0的动作 我相信 你的眼睛是雪亮的 尤其在材料KY大跌跌停板的时候 我特别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机会 他就是一个买点 而且我也带领我们的家人 同步的来去做买进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呢 玲珑123可以做大家财富的靠山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呢 我常会说没有后悔要 但是他有早知道 那你如何早知道呢 来 听好 那1.0的light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们 第一个你先把1.0的light加入一下 那加入一之后呢 不要对1.0忍兵兵跟沉默 给1.0个爱的贴图 因为1.0是真心真意的想要帮助大家 在今年 今年不是闭着眼睛乱坐的行情 今年你必须要克服一点人性 而且必须要有实战的方式 所以我每天的盘前抢先报 我都会预测行情的走势 而且我的light当中 会有每周的全新标股 东森的盘中连线 我会帮大家掌握到实战的一个精髓 还有每周四一次的实战零距离 我都会从实战当中 告诉你什么样子的股票 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们才能够深受很多零零家族的家人 这一点的爱戴 所以还没加入一点的light的好朋友们 来加入一下 好 那当然呢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呢 我认为 如果你今年想要反败为胜的人 但是你却没有赚钱的方法 跌你又不敢买 涨你又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等于说你涨也怕跌也怕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操作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困在去年的下跌的思维当中 那我必须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操盘手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实战应用者 第一个 我会带你做短线操作 什么叫做短线操作呢 你去想 每一支股票都有最好赚的一段 我们不多不少 我们赚20%就好了 只要赚20%就好了 5次的价差 你的资金就能够翻倍 什么叫做翻倍 你去想 如果你现在的资金 你有300万 透过520的财富翻倍 你可以300万变到600万 再从600万变到1200万 再从1200万变到2400万 再从2400万变到4800万 这个谁做得到 1.0做得到 所以今年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都不会给自己定目标 但是来 take我 我是一个呢 是一个 第一个 我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 而且我定出来这个目标 我会全力以赴的 达到使命必达 所以我才会说 天蝎座的1.0 你不要看1.0是一个女人 但是女人 我觉得我骨子里面 其实活着男人的心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快很准 短线我会带你赚最好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如何带最好赚的 来 就像之前的滑星光 南光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 而且在起涨之前提前卡位 在起涨之前提前坐降 高档的时候全数卖出 把最好赚利润放在口袋当中 我不会像很多老师一样乱枪打鸟 我不会像很多老师一样 只带进不带出 结果买了一大堆股票 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你以为你是郭台铭吗 你的钱很多吗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告诉1.0 好多老师 涨了一大堆的股票 但是我没有资金 我都卡住了 我怎么买 所以如果你是只有一套资金 但是你不知道 怎么样去做短线操作的人 来 请你来找我 就像创意 今天创意大跌 那你要去想 大户主力的资金 这获利资金 它移到了哪里去 而不是纠结 今天的创意 怎么打到了快要跌停板 这个就是输家的思维 为什么 因为输家的思维 才会在昨天创意创高的时候 才去买 因为你的位阶不对 你的利润不对 所以我才会说 今年的操作 你一定要跟在1.0的旁边 你才能够赚到最好赚的利润 这个叫做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你就能够翻倍 好 那这个是短线价差 那再来 为什么1.0放上这张呢 运动风的1.0 其实呢1.0是一个很有活力 私底下真的很有活力的人 但我台面上也很有活力 每个人看到1.0都会觉得说 1.0都是带给人家希望跟正能量 因为这也就是我在台上我想要带给大家的 我希望透过我的实战的经验 透过我的赚钱的方法 让大家在今年多头的行情 但是今年不是闭着眼睛乱射飞标乱做 所以我会说像高丽美食这么好的股票 甚至像中兴店精锐的这样的标的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它的钱 为什么 亲爱的 为什么材料KY跌你不敢买 跌停两天之前跌停你不敢买呢 因为你不知道嘛 所以今年很多的好股票它会在你眼前溜掉 为什么 第一个 你不知道它的起场点的在哪里 第二个 拉回来的过程当中你不敢买进 然后呢再来 你的买的点位总是追高 追高之后主力就狠狠的给你修理一下 所以我说过今年喔 你要赚到股票市场的钱 第一个你要跟着 能够帮你赚钱 而且能够紧盯大户筹码动向的1.0来去做操作 这样子的好股票你才能够抱得住 因为很多人都是怎么样 很多人都是 标股曾经拥有一咪咪一小咪咪 但是真的标的时候它都没有 真的就像高丽美食材料KY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跟运动一样 投资就跟运动一样 你的格局放远 跟马拉松一样 我们慢慢的累积自己的资产 然后眼光放大 你就能够跟着1.0享受今年翻倍的利润 因为1.0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那当然呢 可能今天呢会有很多 你的老师在事后放马后炮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美股是低开走高 然后又跟你讲说 美股唱歌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点 你的盘前想先报 我2月19号 我的盘前想先报 你们都可以在我的Light 8当中的首页 去回顾我2月19号 我是不是这样子说 我说过美国的这个FED的这个言论 他叫做英中代歌 也就是说他的讲法是很太急的 你根本不用去管他在讲什么 你只要知道他涨多之后就会拉回来 但是你不要在涨多的过程当中 去做追价的动作 所以我才会说每一次的美股的下跌 其实都是酝酿出接下来上涨的机会 那我还是特别提醒一下 因为现在的大盘 前高是15717 这个位置攻击量一定要来到3000亿 如果没有来到3000亿 他一定会形成的创高之扣的拉回来 操作的节奏 请你记得1.0跟大家讲的 你可以看高做低 看大做小看旧做新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请你直接来找1.0 因为3月份要公布年报 也是3月10号之前要公布营收 所以加上财报跟营收的公布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股票会在这里见真章 造妖镜会出现的 所以你一定要趁着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去买3月份的遗租潜力股 那当然昨天加入1.0 Lite 8的家人 的00家族的家人真的很多 那当然跟上1.0盘中指令的家人 的新家人也很多 那我也特别邀请了 如果你是这一波你有资金的人 但是在2000多档标的里面 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 能够赚钱 能够像高丽美食材料ky这样赚钱的人 来 你跟上我的行列 甚至很多人还是停留在过去的空投思维 你的股票都套在过去不会动的股票上面 你想要以股换股 换到能够帮你赚钱的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请你加入一点的行列 甚至这一波我真的觉得台湾人太太太善良 真的因为一点你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你知道吗 很多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台湾人的善良 然后呢说呢 呃带你去买外资通道的个股 然后利用外资的通道 反正就叫你会一笔钱就对了 叫你会一笔钱 然后就要带你买什么涨停板的股票 亲爱的 亲爱的 行一行 行一行啊 你觉得 唉 你觉得这种免费的免费的东西 我觉得免费的东西真的都是最贵的 我其实很害怕大家陷入这种陷阱 然后呢我发现 诈骗集团的那个手法真的推成初心 因为他们的脑筋都好聪明 非常聪明 所以一种那种那种太夸张的手法 你一定要懂得辨识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今年你真的想要翻身 一点你又有这样子的实力 我也有这样的信心 可以带你翻身 所以我说过 今天我要公布三月份的遗珠潜力股嘛 好 那当然我的LINE8 小老鼠OK1788 你可以提前卡位 预约登记 那我也说过 这档三月份的遗珠潜力股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已经猜到 这档标例是什么 因为我在东森盘中连线 我也有特别透露过 你知道吗 今天好可爱 我今天早上8点40分 东森盘中连线的时候 有一位蛮知名的老师 我不要说是谁 他就说1.0棒棒 讲到这档标的 叮咚 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仙境光 你知道吗 仙境光就是三月份的遗珠潜力股 1号 相信你就能够看见 掌庭板就是你的 我仙境光 我不是买在今天的掌庭 我是在上周四 我就带领我们的家人提前卡位 提前布局 当时候的先进光没有涨停 而且还拉回来 还下跌的 就是上周四 就是这样的动作 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再经过了这一次的那个 228的一个廉价嘛 短短5个交易的时间 10张 你买10张的先进光 你赚了15.6万 他还是百元以下的 如果你买个100张 你资金够厚的 你买个100张 你短短5天 你就赚了156万 所以我说过今年 翻倍很困难嘛 你亲爱的 你觉得翻倍很困难嘛 对李林家族的家人 觉得翻倍其实很容易的 因为我会 一档接着一档股票赚 除了材料KY 我们能够在大跌的石购 带你加码买进之外 先进光 我能够在还没 大家还没发现他的时候 带你提前卡位 所以这就是1.0不一样的地方嘛 所以有一些聪明的 有一些知道1.0在讲 这档标的的先进光 如果你真的有赚到 我也恭喜你 但是我不希望你今天才去追 因为今天已经是连三红了 连三红通常以股票市场的惯性 连三红 礼拜一就会出现一个震荡 那当然如果你错过了 3月份的移租潜力股 先进光之外 我准备了第二档 因为我说过 今年我会一档接着一档股票赚 所以呢 3月份的移租潜力股2号 一姐你准备好了 那这档标的 是什么样子的标的呢 好我说过 今年是AI的起始元年 那这档标的 它是受惠于AI的需求大增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呢 ChipGPT真的很好玩 你丢什么问题 它都可以跟你互动 那当然 现阶段的这个ChipGPT 它引发了像是呢 灰达 微软 甚至Google 百度 苹果百姜 真名它会切入这一块 所以新产品新应用的带动之下 这一档3月移租的潜力股2号 它会大受惠 那我也帮大家查过了筹码 法人作战再加上集团加持的底下之下 今天是拉回来的 我认为拉回来就是你接下来布局的买点 那再从技术面的角度 月K形成了火箭 火箭它代表什么 火箭它代表是低档有转折 而且准备起飙 所以继创意具有的获利资金之够 接下来我认为AI的接棒股就是它3月移租的潜力股2号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上1.0盘中的动作 如果你有套牢的股票想要移股换股 跟上1.03月移租潜力股2号 让我们一起赢在起跑点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还是照一下好了 因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0都会有东升盘中连线 那礼拜四还有实战零距离 那我的实战零距离会交很多 我的独门实战paypal 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加入一点的股市1.0 许玉琳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赞分享 订阅按赞分享拿起手机扫一扫 好那谢谢零零加作家人的一点的支持 那然而1.0你要特别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 我可以帮大家掌握到盘面强势的老师 就像今天的这档标的智姐 为什么能够亮灯公掌停板 甚至1.0的盘前响先报 每周的全新标股都在1.0的light8首页 还有每周四一次的实战零距离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1.0的light8 小老鼠OK1788 好那当然其实我常会说 材料KY的这档标的 其实是能够考验出一档 一个老师到底有没有实力 尤其3月1号 两天之前 就两天之前而已 两天之前你去想 材料KY在跌停的时候 你的老师敢不敢讲它 全市场老师闭口不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过 今年你会看到好多股票 它会从你眼前溜走 像高丽 美食 材料KY 中芯店 精锐 但是你都赚不到它的钱 就算你赚到它的钱 你就赚一点点而已 因为你买的点位不对 因为你抱不住它 所以你赚不到它的钱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材料KY在大跌的时候 我问你你在做什么 我问你你会做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买进 我没有coaching为证 我们李宁家族和家人 可以帮1.0来去做见证 所以材料KY 我敢在300附近 来去做一个加码买进的动作 而且我跟你老师最大的不同是 很多老师一天到晚 讲20几档股票以上 但是你关注一点的节目 我只会看好 而且告诉你哪些股票 拉回来是你的机会 只要乱枪打鸟的股票 老师说涨停板 他们家都有 但是像材料KY 两天之前跌停 他绝对不敢说 那我也说了 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我会帮你充分的活化 所以材料KY 为什么我看好 我已经说过了 会光他的一个呢 涨价效应 跟新增产能的一个呢 加持之下 我觉得 这样子的好股票 应该要趁着他 打折的时候 进去买 但是这个是很违反人性 所以你必须要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你才能够 赚得到他的钱 真的 你才能够赚得到他的钱 所以也恭喜李宁家族家人 跟共同的见证 那然而材料KY 我们是在1字头 来去做一个买进 2字头拉回 来去做一个布局 3字头震荡的时候 大跌的说 我告诉你 全力的 来去做一个布局 这个就是1.0 跟其他老师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说 恭喜 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材料KY 我们又再次的 买在转折的位置 今天的材料KY 我来插一点工赶停 因为我说过 今年我要带你赚大的 今年好的股票 我要带你赚大的 但是在好的股票 赚大的之前 他会经过 无数次的洗盘甩叫 无数次的震荡 但是你必须要跟上1.0盘中的指令 今天威盛 拉回来 我认为拉回来 还是一个机会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所以呢 既高利之外 先进光 我们提前卡位 我们提前做教 今天的先进光 相信 看见掌停板就是你的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创意 甚至错过了之前的材料KY 这一档标的3月份的移租潜力股2号 我会带你提前卡位 我会带你提前做教 因为受惠于AI的需求大增 法人作战跟集团加持 这一档标的刚刚开始而已 让我们一起赢在起跑点 也预祝我们所有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在那前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